我们来回顾一下第77个的重点内容 在本课中我们进一步学习 一般过去时 现在完成时 以及现在完成进行时 分别测诺什么含义 那么一些语言点来看一下 last for last作为动字表延续的意思 延续多久 用last加时间 或者last for加一段时间 prove to be 表示显得式 证明式的含义 survive 表现存存活的意思 而fear that fear作为动字表担心 担心某事 fear that for two pieces 表示散成碎片 而die of 表示死于某种原因 OK That's review for lesson 77